怎么结完婚新郎竟变了个人 柳齐昌把家里如何骗婚的经过告诉她 原来新娘是善家的二小姐叫玉清 25的岁数已经过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这天媒婆来给玉清说没 南方是桂林城的大户人家 善家对柳家的各方面条件都很满意 只要少爷齐昌到善家相亲即可 在媒婆的引导下 柳太太远远地看到了玉清落落大方的模样 十分满意 当即就认定了是柳家的儿媳妇 可齐昌说什么也不愿意 原来她是个大烟鬼 整天除了吹索呐就是抽大烟 认为女人只会妨碍她成仙的速度 于是媒婆给柳太太出了个搜索 找个替身去善家相亲 思考再三 柳母当即选定了绸缎店的乡里清生 不料几人正准备去善家的时候 齐昌出来阻拦了去路 你们这么做不是骗婚吗 这怎么叫骗婚呢 我们柳家是明媚正娶的 到你结婚那天我还要大阪夜夕 还要找紫云班来唱堂会 搞得热闹闹闷闷闷闷的 你妈又怎么了 柳其昌说什么也不愿意 歇斯底里地拉着轻声 按住她的头往钢岩上撞 这样还不够 其昌狠起来连自己也不放过 如此一来相亲的事就要泡汤了 柳太太和媒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就在这时 柳其昌的同学令综艺从美国留学归来 未进家门 而是先来到柳家看望自己的好兄弟 媒婆一看到帅气的综艺顿时两眼放光 急切之中柳太太谎称 其昌身体不适 请求宗义带她儿子去善家相亲 宗义觉得过于荒唐再三推脱 但拗不过柳母的苦苦哀求 不明真相的宗义为了好朋友 同意顶替其昌去善家相亲 见了面后女方对冒充的其昌特别满意 柳善两家的婚事也就这么敲顶了 宗义回家后 从大嫂口中得知其昌抽大烟的事 再次跑到柳家 在后院的破屋里看到正在吹索呐的其昌 他不敢相信 这还是当年处处比自己优秀的好兄弟 意识到自己这辈子最后悔的是帮她去相亲 非常自责害了那个姑娘一生 柳太太为了将婚礼办的体面热闹一些 特地去邀请紫云般的戏班 到刘府表演成场子 齐昌烟影发作向刘母要钱买烟团 刘母以此作为交换条件 要她答应迎娶新娘 为了能过烟影 齐昌答应了母亲的条件 可在结婚当天 齐昌就反悔了 将自己锁在房间里 无论什么人来劝都不肯结婚 外面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里面高瞳满座 但新郎就是不肯露面 心急如焚的刘母 又将目光落到宗义身上 好人一生平安帮人帮到底 宗义这次说什么也不肯假扮新郎了 急得团团转的媒婆 又提出让庆生换上衣服 顶替齐昌去迎亲 就这样庆生将新娘玉亲迎进了柳家 还有我妈 还有那个媒婆 他们一块把你给骗了 我就是个大烟鬼 我对女人没兴趣 也不想生儿育女 所以啊 就更不想结婚害人了 此刻郁亲感觉天都要塌了 他不敢相信眼前这个骨瘦如柴的男人 会是自己的丈夫 柳齐昌近距离看到郁亲的模样 不禁感叹母亲的眼光确实不错 果真是个百里挑衣的美人 可这样优秀的女子就更不应该嫁给他 齐昌让新娘子赶紧跑 跑得越远越好 不要再回来 郁亲绝望地像掉进了眉底的深潭一样 万念俱灰 齐昌穿着戏服跑到台上大闹 戏剧性的暗逢母亲不道德 引得台下吃习的人哄堂大笑 刘母吩咐下人守在婚房外面 以防新娘逃跑 就这样郁亲呆呆地坐在床边整整一夜 齐昌醒来见他还在这 催促他赶紧走 不然迟了可就逃不了了 并把后门钥匙给了郁亲 在极度痛苦之中的郁亲逃出了柳家 一直跑到江边却被庆生追来拦住 情急之下 郁亲从船上跳下河 庆生奋力地将挣扎的少奶奶拖上岸 赶来的刘母看到郁亲的样子 随即又改变策略 你这是干什么 放开少奶奶 太太 少奶奶她要投何自尽呢 少奶奶可是一个知书达理的新家娘 怎么会一大清早地跑到河边来投何自尽呢 一定是你没把她照顾好 把她推到河里去的 是不是 不得不说这招顺风使多用的真实高明 既给了郁亲一个台阶下 又保全了自己的脸面 可刚烈的郁亲并不吃她这一套 直接了当地问她为什么要骗自己 刘母承认自己儿子抽大烟的事实 并为自己的行为向郁亲道歉 可现在她已成为柳家的少奶奶 让郁亲接受这个事实 只有一期努力帮其昌戒烟 她才会有出路 随后让管家把带的礼物拿到船上 表示亲自陪同郁亲一起回娘家 登门赔礼道歉 刘母先是给亲家打一针麻醉剂 夸赞他们培养出的好女儿 让柳家娶到这么好的媳妇 接着说明了齐昌抽大烟的事实 老两口知道真相后气愤不已 责怪她为什么婚前不明说 这不是在害人吗 大姐知道这时候 就要去找柳家算长 可被母亲呵斥住 这边刘母在极力地劝解亲家公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把郁亲 视为自己的掌上明珠 把她当成自己亲女儿一样地看待 绝对不会让她吃半点苦 可是 郁亲是去做媳妇的 不是去做女儿的 可是我的儿子 当年也是青年才俊啊 他学识渊博聪明过人 他是一串糊涂 才染上了大烟瘾的 而这边的母亲 虽然对女儿百般不舍 但顾虑到女儿的明节 和善家的名声 也只能劝说 郁亲与丈夫好好过日子 这天底下 没有十全十美的福气 婚姻也是一样 这婚姻 不仅仅是你们两个人的事 她关系到两个家族 愿意去不顾我的幸福吗 我不想回去 让我待在家里好不好 我永远陪着你 妈也舍不得你啊 妈想让你留在身边 可是你想过没有 爸爸妈妈都是来要面子的 妈也要替你着想啊 事已至此也没了其他办法 郁亲无奈地默认了这段婚姻 刘母在二老面前发誓 一定会善待郁亲 保证会让齐昌早日戒烟 就这样郁亲 跟着刘母又回到了柳家 郁亲悲 你还不堪欺骗跑回娘家 可父母为了所谓的面子 劝女儿答应这段婚姻 无奈的郁亲再次回到柳家 她的烟鬼丈夫 却想尽办法赶她走 整天不是吹唆 那就是抽大烟 郁亲看着烦闷 只好跑到外面偷偷哭泣 这一做就是一夜 早晨婆婆来看到 靠在柱子上的郁亲 心疼地叫醒她问 为什么会在这儿 郁亲沉默不语 婆婆当即明白怎么回事 跑进屋里称要和齐昌好好谈谈 首先婆婆就表示 对郁亲的认可 请她上座 并对儿子说 这是柳家唯一的少奶奶 随后问郁亲 昨晚是不是齐昌 把她赶出去的 即使儿媳说 没人赶她出去 高情商婆婆 也会反过来 骂自己儿子 试问她有什么权利 把媳妇赶出门 表示能找到郁亲 这样贤良淑德的媳妇 是她的福气 接着刘母就表明立场 她不但是我的儿媳妇 我还会把她 当成亲生女儿一样的看待 谁要是亏待了她 除非要了我这条老命 妈 郁亲啊 如果以后受了什么委屈 你告诉我 妈宁可没有这个儿子 也不会亏待你这个媳妇的 郁亲对于婆婆的这番话 感动落泪 而齐昌看着婆媳二人的样子 却是一顿嘲讽 母亲开导儿子 希望她能善待郁亲 不然就断了她的烟前 齐昌这才乖乖点头 可母亲一走 齐昌就指着郁亲说 只要她在柳家一天 自己就让她受到 无穷无尽的折磨 两人的关系十分冷淡 为了讨好郁亲 留母在绸缎装帮儿媳 开一个户头 并且让亲生帮郁亲 做一些新衣服 好友宗义来找齐昌 对于自己替她去相亲这件事 宗义非常自责 认为她也间接地害了人家姑娘 她只好劝齐昌戒掉大烟 好好跟嫂子生活 可油烟不尽的烟鬼 什么也听不进去 晚上郁亲来到后院寻找齐昌 走到门口正想提着灯一探究竟 郁亲吓得大喊着叫来管家 管家把门踢开后 齐昌疯狂地向郁亲发出攻击 管家只好叫少奶奶先出去 过后刘母却责怪管家太多管闲事 少奶奶过门也有些日子了吧 现在她也一点点地在影响齐昌 所以我们尽量要对少奶奶好一点 让她高兴 让她心甘情愿地 成为我们柳家的儿媳妇 再让她慢慢地去改变她的丈夫 是 我那个儿子呢 就得让她慢慢慢慢地去接受这个老婆 让她过上正常人的日子 这样我们柳家才有指望啊 对啊 前进太太吩咐 按我意思吧 以后尽量不要再去打搅他们了 她就是想让郁亲能独当一面 但齐昌似乎专门和母亲作对 她一心想要赶走郁亲 我跟你说我现在是无价可归了 回到娘家 我才知道什么是嫁出去的女儿 泡出去的谁 我的妈妈一直哭着求我 这我原谅他们 现在不是为我自己活 我是在为他们活 我要是回去 他们的脸往哪放 那你就不在乎自己的幸福啊 我的幸福就在你的手里 你想给就给 你杀了我吧 你不让我出血 你还不如杀了我 你杀了我 女孩被婆家使用手段骗婚 嫁给一个大烟鬼丈夫 在旧时代的约束下 她不得不默认这段不幸的婚姻 婚后的郁亲开始有意识地去关心丈夫 劝说齐昌少抽些大烟 刘母也苦口婆心地让儿子善待自己的媳妇 早日让柳家人丁心旺 可齐昌却一意孤行 坚决不肯和郁亲同房 郁亲很是苦闷到江边散心 庆生因为替齐昌败堂的事情 一直觉得愧对郁亲 便想亲手做一件衣服给少奶奶 表示自己的歉就之意 郁亲没有怪庆生 并答应了她的要求 从庆生口中 郁亲了解到以前的齐昌 也识之书打理 为人正直 只是抽大烟让她坏了心志 郁亲的姐姐来到柳家 第一次见到了齐昌 这位是郁娘姐吧 姐 谁喝茶 这就是齐昌 我听丫鬟说您来了 特意来看看您 自从郁亲过门以后 还没见过娘家人 真是失礼了 过夜身子不好 是应该在家里多休息一下 郁亲啊 今天天气冷 你多穿点衣服吧 齐昌对郁娘彬彬有礼 不失风度 大姐夸赞姑夜温文尔雅 不像是抽大烟的人 郁亲知道这是给她撑面的 也感到了意外 姐妹俩去逛街时 郁亲见到了当初 冒充与她相亲的男子 综艺也看到了她 但俩人互相看了几眼 都没说话就走了 刘母将柳家的希望 全都寄托在了郁亲身上 送给她一块稀有的祖母绿宝石 还道出了齐昌抽大烟的原因 数年前柳家失火 齐昌亲眼看见大火烧死了 自己的爸爸二妈和亲弟弟 从此后院的废墟 成了齐昌心中的痛 因为解不开心中的疙瘩 自甘堕落地抽起了大烟 下定决心一起帮齐昌戒烟 活泼的话让郁亲恍然大悟 毫无经验的她回去 就把烟土全都给烧了 齐昌烟影发作到处找烟 在得知被郁亲烧了后 丧失心志 提着刀要杀了郁亲 刚烈的郁亲已死向时 并挥刀砍了齐昌的烟塔 两人闹得不可开交 齐昌跑了出去 贪坐下来的郁亲 对这样的婚姻感到绝望 她不知道该怎么做 婆婆来劝说她为齐昌戒烟 不能操之过急 要让齐昌在情感上 慢慢地接受她 对于郁亲烧烟土的事 齐昌很生气 更加深了她的叛逆心理 反而越抽越猛 齐昌夺过庆生手里的戏服 穿在自己身上 跑到母亲面前一顿戏耍 暗讽她戏子的身份 刘母解释烧烟土是自己的主意 要齐昌别怪郁亲 回去好好和她过日子 可齐昌处处就要和母亲作对 哈哈哈 我咱也不回去料 您不就等着上后院给我收拾去吧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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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你可以不顾柳家的心衰 不顾你母亲的感受 不顾你老婆的死活 不顾朋友的苦心 你就去做一个 不仁 不依 不忠 不孝的混蛋 你去死去吧 婆婆就指望着 玉清能给柳家传宗接代 让她好好劝劝其仓 不管使用什么手段 都要做真正的夫妻 玉清听了婆婆的话 当晚就抱着被子来到后院 搬起两块木板放在地上 再铺上被子 在那个旧时代的环境下 女人就是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没有选择的权利 玉清就这么默默地陪在她身边 齐昌明白这么好的女人 不应该被自己耽误 所以一直不给她好脸色赶她走 可本质善良的齐昌总会心软 搂着玉清想要给她温暖 这一夜俩人就这么靠在床边 静静地望着夜空中的明月 心也在慢慢地靠近 第二天一早 玉清亲自给齐昌做早饭 伺候她用餐 被丈夫百般迁就关爱 男人在映的心也会有所感动 夫妻俩的关系也不再那么紧张 慢慢缓和了很多 金燕妃来到柳家店铺送戏票 邀请他们去看今晚紫云般的首演 婆婆要玉清带着齐昌一起去 正好称这次机会陪她出去散散心 好让她忘掉那些烟土 玉清也不确定能不能劝动齐昌 便小心翼翼地来和她商量 齐昌一听到母亲也去 便就拒绝了 但经不过玉清的软磨硬泡还是去了 临出发前 齐昌称自己先去综艺家 一会再去找他们 但来到令家门口 遭到吓人的百般羞辱 齐昌受骨灵循的样子 让狗眼看人低的吓人 觉得他不是什么正经人 认为他们家少爷没有这样的同学 便将他赶走 郁闷之中的齐昌没有去赴约看喜 而是跑去大烟馆抽大烟 综艺回来知道这件事情后大发雷霆 惩罚了几个下人 刘母和玉清出来没看到齐昌 俩人便去烟馆找她 婆婆让玉清在外面等着 她进去找 不料却被烟馆的打手给赶了出来 玉清让婆婆先回家 自己在门口等齐昌出来 没过一会儿却遭到两个流氓的骚扰 正好被抽完大烟出来的齐昌看到 齐昌托上去想救玉清却被流氓打伤 齐昌我们回家吧 你不用管我 让我去死吧 让我去死吧 让我去死 你别难受 这些人都是流氓 你别跟他们一般牵手 可是我连流氓都不如 他们说的对 我只让你个大烟鬼 根本就不配有你这么漂亮的老婆 你戒了烟就好了 玉清在一步步地感化着齐昌 或许这一刻齐昌也下定决心要戒掉大烟 给这个好女人幸福的下半生 这一夜夫妻俩终于同他而眠 虽然什么也没做 但已经是往好的方向发展 当大烟引发作时 人的理智会完全丧失 什么道理都会抛之脑后 此时他只想吸上那么一口 如果你想给一个烟鬼强制性戒烟 失去心智的他就连最亲近的人都会伤害 可事后又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 今天是玉清在柳家的第一个生日 婆婆为儿媳大半生日宴 格外热闹 齐昌亲笔为玉清提字 秀外会中 并连敬重人三杯酒 第一杯祝妻子生日快乐 玉清看着眼前的丈夫甚是感动 第二杯敬请生给少奶奶 做了一身这么漂亮的旗袍 第三杯则感谢母亲 给自己娶了这么贤良舒得的好媳妇 柳家上下都很高兴 想让齐昌多喝酒 好忘掉那些烟土 喝多的齐昌在音乐声中 与玉清清歌漫舞 在这一刻二人都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 在酒精的刺激下 玉清太想和齐昌成为一对真正的夫妻 但在音乐停止的那一刻 齐昌瞬间清醒过来 还是推开玉清 穿上衣服出了房间 对这样的婚姻 玉清也感到疲惫极度压抑 不知该怎么走下去 殷缠拿来戒毒药交给宗义 表示这药只能在犯烟瘾的时候缓解痛苦 要想彻底戒掉 还得靠齐昌自己的毅力 更要注重心理治疗 综艺来给齐昌送药 齐昌对他冒充相亲的事还是耿耿于怀 二人总是冷嘲热讽互相埋怨 这时玉清进来 和综艺第一次正面碰见 俩人心里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就是你嫂子 我叫玉清 你就是齐昌经常说起的综艺吧 玉清为了帮齐昌戒烟 拉着他教自己书话 每天做各种不同的事 来转移他对大烟的沉迷 可当烟瘾发作时 所有的努力都会徒劳无功 即使吃了婴产给的药 齐昌也还是没能忍住煎熬 偷偷地跑去后院吸食 齐昌非常痛苦和自责 我给你定了个计划 每天减少一些烟料 这样一两年 你就能把烟尖 好吗 我哪还活得了这么长时间 你想得太烟了 经此一遭 玉清反倒觉得已经有了盼头 劝他慢慢来 一切都会好的 婆婆时常向玉清询问齐昌的情况 早年丧妇的她非常能理解 玉清心里的苦 总是催促玉清 尽快与齐昌远房 其实也没什么好难为情的 我们女人嘛 嫁了人 就应该为人妻 为人母 所以 你是不是还应该主动一点呢 如果你能让她 日日夜夜地离不开你 这样 她不是可以渐渐地 忘掉那个大烟尹了吗 婆婆不断地给她压力 玉清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 去吸引齐昌 可长期吸食大烟 导致身体虚弱 还是力不从心 但这样玉清已经很满足了 齐昌决定陪她回娘家看父母 可到了善家码头 齐昌却突然变管 不肯下船去拜见岳父岳母 庆生将玉清送回家 善家二老见到女儿回来很是开心 可并没有见孤叶陪同一起回来 玉清只好推说齐昌身体不适 庆生送完东西 便就先回船上等候少奶奶 齐昌见庆生一个人回来了 就想丢下玉清 让船家开船离开 不行啊少爷 我们这样走 少奶奶会伤心的 同一事不如同一时 少奶奶本来就是 秀外汇中不落凡尘的人 她就不该跟我这个 把人扮鬼的躯壳在一起 秀昌你不知道 我就是个废物 我不能让她跟着我 耗到她的青春 但在庆生规劝下 还是等了下去 玉清怕气昌等的着急 连饭也没吃 就找借口从娘家离去 老两口目送着 女儿远去的背影 很是不舍 而这一别也将是永别 玉清 我求求你了 再给我一点吧 我真的帮不了你 秀昌 最后一死好吗 我求求你了 我难受极了 家里真的没有了 丈夫的烟瘾又发作了 可此时家里已经没有烟土 秀昌痛苦不堪 推着玉清去绸缎庄找庆生 玉清只好半夜出去 和庆生一起买烟土 而这一幕正巧被管家看到 第二天婆婆就把玉清叫到房里 用怀疑的口气 问她昨晚半夜出去干什么了 还没等玉清开口 秀昌就气汹汹的冲进来 你要问什么你跟我说 秀昌 你这是干什么 你别拐弯抹角的 你不就怀疑玉清 昨天晚上偷偷出去 不守护道吗 秀昌 玉清 我刚刚问你是这个意思吗 你别否认 我还听不出你的弦外之音吗 秀昌 你不要这样对妈说 你别怕 昨天晚上是我让玉清出去的 我让她给我买烟土去了 要不是玉清 昨天晚上我连命都没有了 你还在这搬弄是非是不是 谁在那搬弄是非 妈 我跟玉清说两句话都不成吗 不行 你别侮辱她 你们都给我出去 妈你别听她胡说 别理她 走 出来后秀昌就找到管家 怒斥她在母亲面前搬弄是非 并狠狠地打了她 幸亏玉清及时赶来阻止住 事后管家嘴里骂着秀昌看她的暴力 婆婆为白天的事向玉清道歉 并让她以后晚上有什么事就吩咐下人去做 别自己一个人出去 再次问玉清有没有和秀昌远访 其实 以你这个羞花碧月般的面容 你只要稍稍主动一点 男人都会被你弄得神魂颠倒的 我这个该死的儿子 守了这么好的儿媳妇 还忘不了那个该死的鸦片 你是不是能够主动一点 妈 你应该对她主动了 你都说过好多次 很明显玉清被问得不舒服 试问有这样总是关心小夫妻俩房事的婆婆 你会怎么样 婆婆拿出一块沉香送给玉清 说是能刺激人的情欲 让她佩戴在身上引诱齐昌与她远方 虽然玉清有点抗拒 但回去后她还是把沉香挂在齐昌的脖子上 想让她多闻一闻 可这并没有起到丝毫作用 齐昌又向沁生要钱买烟团 但柳家早已在走下坡路 庆生拿不出钱再给她买大烟 玉清进来将齐昌说了一通 年前是妈定好的 你老让庆生给你拿钱 她到哪去拿钱呀 她怎么跟妈交代呀 那我不管 要不然你妈把我杀了 杀了我 庆生你不要理她 走吧 齐昌 拿去卖了 这是妈给我的 怎么着 你还想拿她去勾引男人呢 齐昌 少爷 你怎么这样讲少奶奶呢 齐昌把沉香交给庆生 让她去卖了 换些钱买烟 玉清对这个抽大烟的丈夫 也没了办法 事后齐昌又为自己的行为 感到自责 她想带玉清逃离柳家 这样她才可以把烟戒了 在后院的废墟屋里 被烧死的父亲二妈 还有同父一母弟弟的灵魂 仿佛时刻都在向她那喊哭泣 每天她的身体和心灵 都在饱受折磨 只有大烟 才能释放心里的压力和痛苦 玉清不明白这场火不是意外吗 丈夫的心里 为什么对柳家抱有这么大的仇恨 齐昌不再言语 似乎里面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婆婆把柳家的希望 全都寄托在玉清身上 为了稳住玉清 挽救自己的儿子 她决定将绸缎中的大权 交给玉清来打理 可是管家孙伯对柳母 做出的决定并不认同 她担心自己在柳家的地位 更担心玉清和庆生搞在一起 二人联合来谋夺柳家的产业 柳母却十分自信 称自己能掌控柳家的一切 玉清掌握了柳家的大权后 齐昌很是高兴 觉得从此可以不生活在母亲的阴影之下 玉清则希望她尽快地把燕戒了 让她成为柳家真正意义上的主人 夫妻俩要出去散步 管家孙伯想跟着一块去 表面上是为了照顾齐昌 实际上是替柳母监视他们 结果被齐昌痛骂一顿 三人来到江边钓鱼 玩得非常开心 回去后齐昌提出 应该给庆生物色一个对象 玉清认为庆生喜欢看戏 应该会喜欢戏子 提到戏子齐昌突然生气 晚上齐昌让庆生陪玉清去看戏 自己则一个人在家 母亲得知后 告诫儿子这样做事放任自己的妻子 迟早有一天玉清会跟别的男人跑掉 我又没说她是我老婆 再说了 哪天她要真想跟人跑 我立刻就写封修书 绝对不拦着她 你这个腻意思 丈夫的大烟影又发作 妻子为了帮她戒烟 把烟枪偷偷藏了起来 齐昌失去理智药杀了玉清 最终庆生找到了烟枪 玉清才免遭一劫 留母看着儿媳妇脖子上的伤 很是后怕 再这样下去非出人命不可 决定要把这个大烟鬼送去医院强制戒烟 事后齐昌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 向玉清道歉 玉清绝望地说要和她一起抽 齐昌大怒 宁愿和她同归于尽也不愿让她碰鸦片 玉清找到了英禅 希望她能够帮助齐昌戒烟 英禅来到家里给齐昌检查了身体后 发现情况不容乐观 她的身体器官已经受到侵蚀 如果再不及时戒烟 不出一年的时间 生命就会到达尽头 为了玉清的幸福 齐昌反复劝她改嫁 玉清还是不愿放弃她 齐昌找来 宗义要她去善家出面 帮玉清解除婚约 这样才能挽救玉清 还能弥补当初宗义骗婚的错 吃早餐时 齐昌拿出写好的修书 要修掉玉清 对于这段婚姻 玉清一开始很抗拒 但一段日子的相处下 两人有了感情 即使知道齐昌是为自己好 她也不愿意离开 刘母大发雷霆 表示只要自己还在 就不允许她休憩 情急之下刘母来找宗义 而宗义也正为此事烦恼 刘母再次以二人好兄弟的情谊 求她帮齐昌最后一次 综艺用计把齐昌骗进 未婚妻的占地医院 强行让她戒烟 英禅瞒瞒着院方 将她安排进了一个独立的病房 可在这里 齐昌每天备受煎熬 英禅不断对她进行心理疏导 希望能激发她的求生意志 婆媳俩对英禅和医院 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认为这次肯定能戒掉大烟 然而这次并没有如他们所愿 齐昌在医院遭到了 其他伤病员的不满和唾气 兄弟 哪个队伍呢 连长 他好像是个逃兵 谁是逃兵 我从来就没当过兵 那你来这干嘛 你以为我想来啊 是他们非让我来这儿戒烟的 你小子抽大烟 关你什么事 混账东西 老子前线拼命打仗 就是保护你这种大烟鬼吗 二人向院方提出抗议 院长了解情况后 被其昌驻在医院里戒毒 表示很生气 这是抢救前方将士的 而他一个抽大烟的 还占了一间病房 这怎么对得起那些 为国效力的人 齐昌听到他们的谈话 也没脸在这待下去吗 最终还是偷偷跑回家 郁卿深感失望 对齐昌戒烟的事 不再抱有希望 他只求齐昌 不要赶自己走 你就是不戒烟 就是像现在这样 别让我陪着你 陪你打老 好 别让我走 齐昌 别让我走 齐昌 然而深夜突然传来噩耗 郁卿老家的表哥来到柳家通报 善家父母及全家人都给日本人炸死了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郁卿无法接受 在大雨里歇斯底里地嘶吼着 他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和家人永别 不幸的婚姻已经够苦了 老天还要这样折磨他 亲人的离去彻底击垮了郁卿 然而齐昌像是换了一个人 悉心照顾病中的郁卿 决心要好好地对待他 郁卿痛苦不堪也竟企图用大烟来麻醉自己 被齐昌严厉制止 男人为了给妻子过上幸福的生活 这一次下了狠心主动提出戒大烟 他要求庆生和孙伯把自己捆绑起来关进柴房 怕妻子心疼让他离开这里 叮嘱二人把自己捆紧 不管他怎么叫都别离 孙伯把门上好锁 劝解少奶奶回屋去 有什么事会通知他 直到下午齐昌的烟影开始发作 难受的他瘫倒在地上 全身不断地抽搐 但强大的意志力还可以让他忍一时 庆生在外面担心少爷 让他一定要撑下去 郁卿听到齐昌的叫喊声力马坐不住了 婆婆拉他坐下 安抚着一定要稳住 此时齐昌的烟影彻底到达顶峰 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犹如数万只蚂蚁在啃尸骨头般钻心的痛 实在忍受不了 嘴里不断地喊着杀了王 庆生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孙伯抽着烟缓解情绪 郁卿听着鬼哭狼嚎的声音 反而不忍心丈夫遭嘴 又求着婆婆把齐昌放出来 这次的戒烟还是以失败告终 齐昌戒烟屡戒屡拜很是自责内疚 郁卿想通过医生找民间偏方来帮助他戒烟 可经过老中医的诊断 齐昌的身体器官已经开始衰竭 强行戒烟会有生命危险 这下即使齐昌有了决心也没了机会 庆生听说有一种大烟熬成的膏可以解烟瘾 孙伯借口烟膏挺贵 做不了主教郁卿定夺 郁卿为齐昌戒烟 花再多钱也愿意 让庆生立即去办理 齐昌用上烟膏后有了一点起色 可是没过多久烟瘾却比以前更大 原来这种土膏是比鸦片更加厉害的毒品 这次英产也无能为力 只好让他们去专业的戒毒所 可齐昌说什么也不再出去 坚守死也要死在家里 孙伯从中挑拨 言下之意是郁卿和庆生和谋害齐昌 俩人有不纯洁的私情 告诉我 是谁 让你拿这些烟膏给齐昌抽的 我以为这个可以帮齐昌戒烟 你就这么轻信别人的话 齐昌可是你的将 这不是害了他的命吗 我也是为了齐昌好 告诉我 你让庆生在店里拿了多少钱 太太 这不关少奶奶的事 全都怪我 是我听说这种烟膏有习笑 才告诉少奶奶的 你要罚就罚我吧 妈 这都是我的决定 跟他们无关 闭嘴 我也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自己的丈夫都快死了 你竟然害 我早就该死 齐昌你 我如果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过关欲清的事 却是您老人家造的你 齐昌把所有的罪责都怪在母亲身上 叶里庆生帮齐昌买烟土 却被警察抓了 他将所有的责任一个人承担下来 死不招供 在警局庆生被打得半死 刘母不肯拿钱去赎人 原因是一来一万大洋的赎金 以现在的柳家实在承担不起 二来庆生已经被打得半死 就算熟出来也不一定能活下去 不值得花钱 你们今天要是不救庆生的话 我让柳家今天就散火 刘母终究拗不过儿子 还是花钱把庆生熟了出来 可家里有个大烟鬼 再大的家业也会被他抽空 这次就算是卖地也没法买到烟土 因为政府实施全民禁烟法 丈夫的烟瘾又发作了 可城里的大烟馆都被查封 根本弄不到烟土 痛苦不堪的齐昌觉心要毁灭自己 他跑到了山崖上 玉清在后面脊椎不舍 在崖边齐昌向玉清倾诉了他小时候 亲眼看到母亲放火烧死了父亲二妈 还有同父异母的弟弟 我通过那份熊熊的大火 我懂得什么叫人心险恶 我懂得了什么叫幻念俱灰 我要让妈没有儿子没有孙子 让她失去一切 让她的阴谋在得逞之后变得毫无意义 毫无意义 秦昌 你还年轻 你还没有好好活过 你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去报复他 你不觉得太愚蠢了吧 行为旅行 别再跟我说了 别再跟我说了 我要向苍奸发问 为什么天下最主恶的事情 要发生在我妈的身上 为什么这一切要被我看到 毕竟我受不了了 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们来世 来世再做夫妻吧 启程 与其然我死了 你就解脱了 你要好好活下去 你不值得为我这样一个人和死 如果有来世 我们还能见面的话 我希望跟你做一次真正的夫妻 秦昌 秦昌抱着对玉卿的爱 终究选择了一死 儿子的死给了刘母很大的打击 成天处于精神恍惚之中 儿子的英俊面容不断在梦中闪现 在此时 庆生也到了弥留之际 他和秦昌从小一起长大 也算是刘母的伴子 便来小屋看秦昌最后一面 不料却发现了秦昌脖子上挂的尘香 这是刘母送给玉卿和儿子崔秦用的 现在却挂在秦昌身上 绝望之中刘母忽然良心发现 要解脱玉卿 假说两人有私情强行赶玉卿走 我知道你和秦昌身之间的关系 秦昌有点喜欢你 你也有点喜欢他 你心好 想照顾他 仅此而已 因为这些没有任何 见不得人的功能 那你为什么还赶我和秦昌走 因为其上死 我不知道你和秦昌 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我今天说的话是有些不尽情 其实我赶你走 是为了放一条生命 现在秦昌死了 对于这个家里还有什么可留恋的 孙伯见柳家败落 开始偷到柳家的财产为自己找退路 万念俱灰的刘母 神志迷失中看到了秦昌 幻想里听到儿子让他再跳一次水秀舞 扯下帘子在这漆黑的雨夜里翩翩起舞 唱着儿子小时候最喜欢的歌谣 跳着像美丽的蝴蝶般飞舞着 这个一生要强的女人 也将为自己的自私自利付出代价 在熊熊烈火中与自己唯一的儿子相救 郁卿带着掩掩一息的庆生逃出了这场大火 一夜之间柳家烧成了废墟 只剩下绸缎庄 孙伯趁火打劫从柳家偷来了房契和货单 将绸缎庄转手卖给了别人 在郁卿的精心照料下 庆生终于逃出了鬼门关 但因为是外伤引起的肺部疾病 虽说不会传染 但这是一种富贵病不能操劳需要敬仰 俩人都是孤苦伶仃 从此郁卿不离不弃 承担起了照顾庆生的义务 彼此以姐弟相称相依为命 郁卿去柳家废墟悼念 却发现了出嫁时带来的一把剪刀 为了维持生计 郁卿只好重拾女工 靠麦绣品养着庆生 久而久之俩人产生了异样的倾诉 我是真心喜欢 不是姐姐弟弟之间的那种喜欢 三十多岁的中年妇女 被小自己十多岁的小鲜肉表白 自从二人死里逃生后 郁卿就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庆生 给他端屎端尿擦身子 一个月没让他下过床 为了给庆生治病 郁卿每天刺绣到半夜 白天拿着做好的成品去街头摆摊腰痕 日子虽过得很艰苦 但俩人相依为命却很温暖 也让郁卿有了笨头 这天郁卿在摆摊时 摊前有个小孩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胖妈明白小少爷的心思 便就问郁卿有没有兴趣给荣哥当保姆 郁卿表示和家里人商量一下 明天给他答复 原来荣哥是令宗义的侄子 生性调皮 家里找来的保姆都让他气跑了 令太太急着要帮荣哥找个保姆 照料他的生活起居 庆生虽不忍心昔日的少奶奶去给人当保姆 可是生活所迫 没有办法只好勉强同意了 庆生为了报答郁卿 出门找小堂奢账买了些布料 准备给他做一套衣服 郁卿在令家当了保姆后被称为郁卿嫂 一个礼拜只能回家一次 寡妇身上透露着淡淡的成熟端庄 愈发的有韵味 让令家的光棍男佣人就像苍蝇见了些 大家都非常喜欢他 相处得很融洽 连荣哥也黏着他要一起睡觉 每到深夜郁卿嫂就思念家中生病的庆生 十分忧郁 而庆生一个人在家也很孤独 天天盼望着郁卿回家与他重逢 综艺从前线归来才知道柳家出事了 然而更让他想不到的是玉清静 阴差阳错地做了他们家的保姆 你就是给荣哥心情的保姆 你就是荣哥说的二叔 那场大火以后 我和阴蝇都不知道你的下落 我们很深为你担忧 没想到 你现在 哎呦这太好了 我大嫂和胖大妈也太有能耐了 居然会请到你 令太太知道玉清嫂的事感到很惊讶 综艺对玉清始终有愧 让大嫂及全家人 把她当作荣哥的家庭老师来看待 庆生在太平桥南的一家布店找到一份工作 可玉清嫂心疼庆生身体没有完全康复 不允许她出去工作 甚至都不让她出门 因为齐昌的这层关系 综艺不让玉清嫂做这些杂活 你在家里只是荣哥的家庭教师 地位和我们是平等的 哦还有 以后吃饭呢 也和我们一起吃 知道吗 你这样不好 你不要再争了 就这么定了 可玉清也正是因为这层关系 觉得特别尴尬 令太太倒是很满意玉清嫂 尤其是荣哥特别听她的话 周末玉清嫂要回家看望庆生 令太太知道她家里有困难 提前给她支付了工钱 回家后看到早已在等自己的庆生 抚摸着她的脸询问身体状况 庆生埋头扑进玉清嫂的怀里 俩人相拥着互诉对彼此的思念 此刻母爱也逐渐变指 庆生将自己做的旗袍送给玉清 并趁机向玉清嫂表达了自己对她的爱 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其实我有这种感觉已经很久了 只是一直埋在心里没有说出来 今天想要跟玉姐表白 玉姐 虽然我出身卑微 一点都配不上你 可是我一定可以让你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当一个完完整整的戏子 你能答应我吗 玉清嫂觉得庆生只是对女人感到好奇 并不是真的喜欢自己 更何况俩人年龄相差甚远 还是以姐弟相称比较好 我不在乎 女大男小的夫妻多的是 玉清不敢接受庆生的爱 表示自己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 凡是讲究认真 不希望她一时兴起而做出冲动的事 玉清对庆生的真情表白虽很感动 但觉得还是要再考虑一下 晚上庆生提出俩人一起聊天睡觉 玉姐 我像一整夜都看着你 别胡当 玉姐 我现在一星期才敬你一次 你就答应我吧 玉清没再说话 独自上楼休息 又是一个周末 四姑娘要去江边洗衣服 遇上正要去江边放风筝的 玉清嫂和容歌 三人一起去江边 顽皮的容歌独自去放风筝 玉清嫂和四姑娘边洗衣服边聊天 可没一会儿就发现容歌不见了 就在令家为找孩子乱成一锅粥时 下人送进来一张纸条 原来容歌被绑架了 他们让女人送前去 如果男人去 他们就撕票 玉清嫂觉得因为是自己的原因 才导致容歌出现意外 于是决定由他去送前熟人 玉清嫂被押着来见绑匪头 原来此人正是昔日柳家的管家孙伯 如果玉清不认识他 孙伯拿了钱放了孩子也就了事 可如今来送前的是老熟人 孙伯表示他只能灭口 玉清要求以自己为交换 让他放了孩子 孙伯垂涎于玉清的美貌已久 欲把他来做自己的压债夫人 可玉清却坚决不从 就在他将要对玉清图谋不轨时 宗一代人剿灭了绑匪窝 同时也击毙了孙伯 救出了玉清嫂 玉清急匆匆跑回令家 看见容歌平安无事才松了一口气 令太太也并没有责怪玉清嫂 知道劫匪是有备而来 玉清嫂哄睡容歌后半夜跑回家 看到清生坐在门口等了一夜 很是感动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更何况是一个星期 清生蠢蠢欲动 忍不住再次向玉清嫂求爱 想要做真正的夫妻 我比你大那么多岁 以前有人烧奶奶和家人的关系 我怕这是传出去 被招人闲话 不会的 这房子里的事 就只有我们俩知道 千知地知 你是我知 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和玉清当秘密夫妻 再不然 就听玉姐的 我们可以搬到乡下去住吗 如果做了 能守住秘密当然好 守不住也无所谓 但是既然做的话 那就要 忠贞不语 白头到老 你能做得到吗 我能做到 玉清嫂答应了庆生 提出等她身体完全康复地选个好日子 再举行一个正式的仪式与庆生完婚 俩人高兴地在黎江泛州 竹牌不知不觉来到齐唱跳崖的地方 玉清嫂十分敏感 觉得这是不好的预证 二人又败信而归 今夜这个三十多岁的寡妇就要再次出嫁了 她穿着心上人送的气袍 将自己打扮一番后下楼与情郎相见 庆生看着玉姐一步步向自己走来 仿佛觉得就像画里走出来的美人 岁月也丝毫没有在玉清脸上留下任何痕迹 反而随着时间的沉淀 愈发的有韵味 更加迷人 庆生亲手给玉姐带上头花 这就是玉清的新娘装了 满上一杯后 庆生才大胆坦言自己第一次看见玉姐便爱上了她 不过那是碍于少爷不敢做非分之想 如今她的梦想成真 认为是上天对自己的恩赐 庆生举杯对着苍天发下毒誓 这一生定会对玉姐的爱 海枯石烂 至死不渝 俩人喝下这杯酒 正是成为真正的夫妻 第二天玉清做好早餐上我喊轻声起床 新婚小夫妻又不舍得分开了 玉清回到令家工作 满脸洋溢着幸福的样子 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给每个人都发了两个橘子 在她心里这就是喜糖 容光焕发的玉清就连容歌也不禁夸赞 玉清嫂 你今天真好看 令府的下人们时常偷看玉清洗身子 被容歌发现 拿着扫帚追打他们 综艺知道这件事情后也很生气 将下人们一顿训斥 而他们看综艺发那么大的脾气 纷纷议论觉得二少爷可能喜欢上了玉清嫂 容歌放学后带玉清嫂去戏院看喜 还得意地向玉清嫂介绍了紫云般的头派花蛋 金燕妃 回到家后令太太的满表哥来送东西 正好看到了玉清 她一眼就被玉清嫂风韵油存的样子给吸引了 于是她想让胖妈帮她撮合 可胖妈早就想嫁给满表哥 岂能让玉清坏了好事 于是她就在容歌身上打主意 说玉清嫂每星期都回家一次 而且还不让人知道她家住哪 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胖妈成功挑起了容歌的好奇心 于是她趁玉清回家时偷偷跟着她 谁知半路上被同学打扰给跟丢了 胖妈贼心不死 还让容歌跟踪第二次 而这一次她成功找到了玉清嫂的家 虽说是自己的弟弟 可在吃晚饭的时候 这孩子就被狠狠地喂了一波狗粮 容歌感到莫名其妙 可惜她太小还反应不过来 玉清嫂将容歌送回家 交代她不要将家里的事情说给外人听 果然胖妈就猴急地询问她有什么发现 容歌遵守了和玉清嫂的承诺 半个字都没透露 自此容歌经常放学来找庆生玩 还偷偷带庆生去戏院看戏 在这里她又遇到了曾经对她心动的姑娘 金燕妃 而俩人也都彼此认出了对方 燕妃能再次见到庆生很开心 以为柳家那场大火也带走了她 庆生也没想到当初那个不起眼的配角 如今成了紫云般的当家花蛋 燕妃约她经常来看戏 并要庆生履行承诺帮她做戏服 庆生答应了燕妃的要求 并给她量了三围 你记不记得当年 你给容益姐做扮演给的情侯的时候 我记得 那个时候你好像是小青 我是小青 可是你从来都没有正眼看过我 我只注意到做白娘子的衣服 其他的也没想 那你现在 看看我这个白娘子 这一番对视让庆生莫名的心跳加速 而这种感觉是和玉清截然不同的 并答应给她做戏服 庆生让燕妃展现一下身段 声称只有了解她的身材特点 才能为她做出精美绝伦的戏服 不垫的小唐来给庆生送不料 而今天恰好是玉清放假的日子 庆生怕给玉姐撞见不高兴 好腿的小唐连口水没喝就被打发走了 可即使是这样 回来的玉清还是发现了端倪 你在跟谁说话 没有啊 刚才听见你在说话 你怎么撒谎 我没有骗你玉姐 庆生 嗯 你是不是对我已经厌倦了 不是的玉姐 玉清感觉庆生有事情瞒着她 但庆生坚决不承认 玉清一心一意对待庆生 恨度地把心掏给她 但这种被束缚的爱却让庆生感到压抑 甚至压得她喘不过气 一直以来玉姐都以庆生要养病为由 不让她出去工作 把她禁锢在这间小屋里 甚至连门都让她很少出 可越是这样庆生就更越想要自由 更何况还是一个正直阳刚的青年 嘴上虽答应玉姐不再欺骗她 可行动上却再次出卖了她 整天为做金燕妃的戏服花尽了心思 还每次都找借口拉上龙哥一起去看戏 因为每次都是偷跑出来的 做贼心虚的她很怕被玉姐知道 于是叮嘱龙哥将此事保密 你是没见过她生气啊龙哥 她生气气来很可怕的 还有啊 你千万别让她知道 我们两个出来看戏 要不然我连小命都不保啊 什么 小命都不保 这叫什么话 可嘴上无毛的小孩说起话来口无遮来 龙哥向玉清扫抱怨 不应该管着庆生不让她出去 通过龙哥的对话 玉清知道庆生和她经常出去玩 可是回到家里 玉清询问她的时候 庆生却说哪里也没去过 但当她看到玉姐查账时 她又不得不承认如何花了钱 并像个孩子一样承认错误 玉清对她说 庆弟 我出来打工帮人家做老妈子 又为的是哪一个 只要你明白我这份心意 我怕你身子若劳累不多 只要你不变心 累死苦死我都心甘情愿 熬过这一两年赚够了钱 我们就到乡下去 我守着你服侍你一辈子 只要求你一心一意地对我 然而对庆生来说这样的自己 像是被她养在笼中的金丝群 空有一身才艺却无处施展 庆生应做戏服的事来找燕飞 并把自己画她在台上的杨门女将送给燕飞 俩人一来二往渐渐拉近了距离 自然而然像是小情侣一样经常散步游玩 燕飞故意借口不小心扭到脚 要庆生背着 傻傻的庆生根本不知这是女人惯用的鸡 燕飞也直接地说自己喜欢她 问庆生愿不愿意和她交往 庆生也肯定地表示愿意 于是燕飞开始好奇庆生的家庭 你们家有几口人呢 还有我姐姐 我们家就两口人 那你们靠什么生活呢 我姐的大户人在做事 是她在养着我 你手艺那么好 为什么不开个裁缝店呢 等我姐赚够了钱 她应该会让我开吧 我有钱啊 我们可以合伙 我姐她不会同意的 你姐那么厉害 你这么怕她 她带着我不容易 如果没有她 我根本活不到今天 一番话让燕飞更加确定自己没看错人 而庆生却心虚了起来 堂堂军官少爷放着貌美如花的女友不爱 却看上了家里的一个老妈子 生日这天 综艺高兴地为大家切蛋糕 第一块蛋糕给了大嫂令太太 第二块英娠刚准备接手时 她却把蛋糕递给了郁青 少爷的举动令在场的人都瞠目结舌 郁青怎么也没想到会得她 只能尴尬又不示礼貌地接过来 综艺也意识到气氛不对 只能找个牵强的理由 郁青嫂是这里面 最后一个到我们家来的 一旁的女友为了维持场面 也只能大度地复合 其实心里早就醋坛子翻天了 令太太觉得自从郁青嫂来到他们家 综艺就像变了个人 总是对她过分地关心 阴禅却说这是怪不得郁青 人家一直在回避综艺 只是综艺自己没有察觉 大嫂为了不节外生枝 于是想着帮郁青嫂介绍一个好人家 这样就可以断了综艺的念头 郁青嫂拒绝了令太太的好人 但她也明白东家为何会突然提出帮她介绍对象 于是就更加地躲避着综艺 可同在一个屋檐下总是会碰爆 然而越躲着综艺就会越想着她 连喝多了酒满脑子都是郁青嫂的身影 家里的下人们也都看得出来 二少爷对郁青嫂不一般 纷纷在背后议论她 中秋节快到了 胖妈做了很多月饼 还特意挑了一袋好吃的馅给二少爷 然而综艺转手就把这袋月饼送给了郁青 随后胖妈又让容哥带了一份月饼给郁青嫂 第二天胖妈故意说家里出现了小偷丢了很多月饼 事情虽然不大但性质恶劣 所以令太太一定要救出这个人 正巧郁青要回家来和令太太打招呼 胖妈便让一个吓人搜她的包 果然找到了那多出来的一袋月饼 大家都咬定是郁青嫂偷的 郁青白口莫便感到很委屈 容哥知道事情的真相 替郁青嫂辩解还叫来综艺证明 这才解了所有的误误 郁青嫂你为什么不告诉她吗 你怕什么 我不是说了吗 有什么事我做主啊 二弟 你刚才说的话连我都不爱听 人家郁青嫂曾干情怀 在我们家人缘口碑都很好 她是凭自己的本事在我们家做事 你为什么总要替她抱怨替她做主呢 你以为你是救世主啊 宗义替郁青打抱不平 再次让殷缠委屈尴尬 而郁青也因为宗义的处处维护而感到不舒服 无奈之下郁青打算离开令家 看到郁青要走宗义一个劲的灯在后面 最后郁青让她答应自己一个条件 她才考虑 你要想留住我 除非你和贺一生结婚 为了留下郁青 宗义和殷缠商量起了结婚的事情 郁青的女工一直被大家认了 于是令太太把她们婚礼上的绣品任务都交给了郁青 婚期紧迫 郁青扫日夜不停地敢做绣品 宗义见她那么辛苦十分心头 婚期不是定在新年吗 我要在新年之前把她绣完 不耽误你们婚期 耽误就耽误了呗 反正又不急于一时 哦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觉得来不及的话 那可以改婚期啊 容易得很 就因为你把我的病治好了 我就等于卖了吗 我就没有自由 是奴隶了吗 这个软饭男终于爆发了 原因竟是妻子的爱让他太过压抑 庆生在拿东西时不小心把偷做的戏服掉在了地上 郁青严肃审问戏服的由来 庆生告诉她是自己坐着打发时间的 几次的欺骗让郁青冷了心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怕你 所以不敢讲真话 你怕我 郁青问她是不是后悔跟她在一起了 虽然庆生口中说着不后悔 可眼神却在飘忽不定 但每次说一个谎就要用另一个谎来圆 郁青从容歌口中得知她和庆生多次去戏院看戏 之前的种种欺骗她都选择了原谅 可是这一次涉及到女人这个敏感问题 郁青深深地感觉到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 隐约地察觉到庆生开始变了心 于是立马回到家就直入主题 一番搜寻并没有找到戏服 高深戏院的戏子漂亮吗 戏服呢 你做的戏服呢 送人了 谁 郁姐啊 这是以前我欠人家的 庆生解释这是以前在柳家绸缎庄就欠人家的 郁青惊讶 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庆生就在骗自己 而且现在这种欺骗越来越多 这一切就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她真的变心了 你去把戏服给我要回来 你什么要回来啊 你怎么可能 我不允许你辛辛苦苦做的衣服穿在别的女人身上 她死了 如意已经死了 庆生不敢告诉郁姐自己去戏院室去看燕妃 她更不敢说戏服是为燕妃做的 所以她拿死去的如意当挡箭牌 但又想到郁姐是她的救命恩人 当初自己发下的誓言不能违背 所以决定不再与燕妃来往 燕妃也因为庆生长时间不来找她而郁郁寡欢 然而没有安分几天 庆生躁动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 她又忍不住去戏院找燕妃 俩人一见面就表达了对彼此的思念 他们又恢复了往日的约会 燕妃只知道庆生有个姐姐 对她管得很远 却不知他俩的真实身份 燕妃主动表达了对庆生的爱慕之情 并提出以后要和她一起生活 庆生显得有些吃惊 这是她第一次有了想要离开郁卿的想法 燕妃的活泼灵动让庆生觉得很轻松愉快 在她面前自己更像是个男人 觉得燕妃才是真正懂她的人 可是一想到玉姐 内心又无比的纠结 为此喝了很多酒 玉姐刚一回到家就开始审问她 去哪喝酒了 跟谁喝的酒 你不要再审问我了好不好 我也是有自由的 我实在不像像一只小鸟一样 整天被你关在这个笼子里 你现在身体好了 你就说我关你了 你当初病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说我关你呢 玉姐对她的管束激起了庆生的反感 庆生也终于说出了 一直以来不敢说的话 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玉卿一气之下给了她一巴掌 然后又心疼地抱着她 庆生推开玉姐摔门而去 大宇依旧没有灵醒这个男人的良心 你放开我 我不要你管我 我讨厌你管我 你讨厌我 我怎么让你讨厌了 你倒是说出道理来啊 你为什么现在才说讨厌我 你以前为什么不说 从一开始你就是少奶奶 我就是夏宇 你是永远的少奶奶 我就应该听你奋奋任你百货 跟你喊到东喊到西 随你打随你骂对不对 你这样说话 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 我什么时候把你当吓人看了 是过去还是现在 我在你面前摆过少奶奶的架子吗 我如果是少奶奶 我会给你顿式顿尿地伺候你吗 我会卖兄弟被人欺负吗 妻子在梳子上发现了一根长头发 他很确信这根头发不是自己的 因为每次梳头 他都会把吊在梳子上的头发弄干净 直觉告诉他怀疑是丈夫带了其他女人回家 庆生虽眼神闪躲 但一口咬定头发就是他的 这下就连郁青自己都模糊了判断 可能真的是自己一心太重了 然而晚上从容哥的口中得知 庆生经常和戏院的经验飞在一起 庆生还帮他做戏服 一番话让郁青彻底凉透了心 也证实了他的直觉是没错了 郁青顿时像丢了魂一样 而这边的燕妃也在一直逼着庆生带他去见姐姐 可庆生却总支支吾吾推脱 他如果不喜欢我 那我们去跟打 一下子让庆生慌了神 顿时愁容满面 就在俩人在戏院门口一一不舍到别时 郁青正躲在树后看着他们 此时庆生一个转身回头就看到了郁姐 郁青伤心地跑走 庆生拼命在后面追着 就在他要跟郁青解释时 突然出现十几个人把他暴打了一顿 郁青扑上去护住庆生 让他们不要打自己的丈夫 郁青心疼地给庆生擦药 而庆生却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丝毫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 养好伤后 庆生便又急着来见燕妃 俩人又浪漫约会了一天 晚上庆生还把他带回了家 正当二人打得火热时 郁青突然回来敲着门 庆生不给燕妃说话的机会 慌忙地将他从后门推出去 然后再若无其事地打开门 一进来郁青眼睛就到处搜索 问他家里是不是有人 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太过一神异鬼了 正当庆生松口气时 门外又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原来是燕妃为了自己的幸福 又追回去找庆生当面和他姐姐谈谈 我和庆生已经相爱很久了 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 希望姐姐能够同意我们俩的关系 知道我跟庆生是什么关系吗 姐弟关系啊 我是他的女人 我们才是夫妻 燕妃一脸惊恶 庆生向郁姐坦白的他跟燕妃认识的经过 郁青哭着问他之前为何要骗自己 庆生没有正面回答 只是说了句对不起 他愧疚地表示以后 郁姐让他做什么他都不会有怨言 郁青只提了一个要求 以后不要再和燕妃见面 郁青就这样守着庆生做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对庆生说他决定去另家辞工 然后他们去乡下老死在那里 当综艺知道郁青要走时 他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情感 提出和英禅退婚 勇敢地向郁青求爱 郁青拒绝了综艺的感情 并明确告诉他自己的男人是庆生 郁青来找燕妃 希望他可以放过庆生 可燕妃却自信地表示 他在等庆生最后的选择 郁青失魂落魄地回到家 呼着求庆生不要离开自己 接下来的几天 庆生想了很多 看他犹豫不决 燕妃提出不如两个人私奔 郁青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 可庆生却说自己不走了 他要和燕妃在一起 郁青跪着求他不要抛弃自己 庆生直言自己已经不爱他了 但并没有忘记他的救命之恩 下辈子愿做牛做马来回报郁姐 恳求郁姐现在放自己一条生路 我在二十出头 我想自己生活下去 我实在不能给你什么 如果我不答应他 那我宁愿去死 郁青彻底绝望了 极度悲痛之中提出了唯一的要求 希望庆生再陪他游一次离江 庆生以为郁姐已经答应放过他 凯然应远 郁青穿着庆生当初送的旗袍 紧紧地抱着他 平静如静的离江一叶竹牌顺水漂流 郁青绝望地举起了那把第一次出嫁时带来的剪刀 悲痛地刺向了心爱的男人 随即也刺穿了自己的胸膛 蓝天下碧水清风 清澈的离江山水掩映着一叶竹牌 拖着一缕长长的血色湿液实现 一对昔日的姐弟恋就此悲剧收尾